秘笔財 盡在韻通 欢迎9时收看滚操胜券节目 那目前为止大盘上涨90点 那这个大盘继17号以后 这个三高盘开出来之后的话 近期而言的话 都会在这个区间来做出 一个所谓的震荡整理 这个震荡整理形态 一般而言的话分做两种 一个叫做三角收敛 一个叫做区间震荡 那不管是走所谓的三角收敛 甚至走所谓的区间震荡的话 老师认为 这个所谓的短线跟中线的 一个所谓的均线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各位 目前为止要赶快去布局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不要迟疑也不要等待 拿起你的勇气 赶快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是严老师的一个看法 希望跟各位来互相 来做出一个参免的动作 来看一下今天的盘式 来今天的盘式目前为止 上涨了93点 在早盘的位置区 老师解盘都会用开盘八法 早上9点5分 9点10分 9点15分 这三盘量一开出来 当天的一个盘式 是你几乎就能够断定80%以上 跟我们的开盘八法 它是完全吻合的 那老师还有20%该怎么办 你一样要学啊 你一样要学啊 这20%的话 我们会用量价结构啊 会用所谓的多空力道 来做出一个判别嘛 所以说80%的准确度 你先掌握到了以后 剩下的20%由严老师 在所谓的全省巡回 这个演讲会里面 我相信我都会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帮各位做出个说明 所以说今天的盘式一开出来 非常明显 这个胜率非常高啦 早上一开出来两点高盘嘛 那两点高盘 常常看老师节目的 常常看的 还是说你是老师的会员啊 这本讲义啊 我相信你一定拿在手中吗 好我们来对一下讲义好了 讲义里面跟你讲什么 开盘八法里面的两点高盘 有没有模拟两可 没有啦 好这个80%的盘开出来 准确度啊 就在所谓的两点高 好两点高中常宏 好看未接 这个未接 你要知道了 那这个所谓的 两点高盘中常宏 你今天应该不会去放空啦 好应该不会啦 你现在在看节目的人啊 你每天看到 严老师跟你教这个开盘八法 讲得那么详细 你还会去放空啊 那真的喔 老师想要救你都很难救啊 关键点不是在今天啦 不是啦 来 在这个17号 17号开盘八法就跟你讲了 今天开出来的盘叫三点高盘 三点高盘大涨气势盘 当天大涨之后 隔天啊收黑K今天又看到了 又是大涨 这个转折就在开盘八法里面 那开盘八法里面很多人讲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了 这道方法从日本流传过来的 在100多年前啊 累积了他们所谓的多空阴阳线的一个智慧啊 那看法不同 见解不同 学到的功力深险当然不同 但是银老师所交给你是最正统的 最正统的开盘八法 绝对不是什么自己去演绎的啦 不可能啦 我们就直接跟你讲三高盘就是转折 不会模拟两可 不会模拟两可 那今天的三高盘开出来 跟之前八月份 时间点要回到8月28号 8月28号 来这一天 一样开出三高盘 这个叫例外啦 三高盘开出来隔天怎么样 收红K 收红K以后 这个地方经过八个交易日的一个整理啊 这个就是走所谓的三角收链 三角收链走完之后 你掌握到低档区的买点 就跟严老师现在跟你讲的一样 你赶快去买 赶快去买 因为当时候的股价就是在这边 赶快再做出个整理啊 你看起来成交量都不足 很多人跟你讲量能不足 量能不足 结果这个地方开始补量啦 补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这个所谓的波段行情 从7203点大涨到8800点 你不知道有没有掌握住啊 老师再讲一次喔 这个地方能够掌握到 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三高站上趋势啊 后面的大盘的趋势啊 我相信你都能够掌握啦 都能够非常清楚的掌握 那这个地方时机来了 你真的不要再等待了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跟你讲啊这个证锁税方案啊 明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其实这个是对于散户啊 不要关系密切的 真正的对大盘的影响 在于所谓的IPO 也就是之前可能要在国外上市的一些公司的话 可能近期而言的话 他要准备一点时间 回到我们国内来 来做出一个上市或上跪的一个动作 那你是严老师的会员 我相信你每天在盘后 你一定会索取一市两份的 顶尖圣券日报 这个发音要标准啊 顶尖圣券日报 这个一市两份 最重要的你要打开到第一页 第一页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会列一档股票叫做重点股 这个产业的分析 就集中在这一档股票叫重点股 那有人问老师 老师 这边为什么有个11月27号 这边为什么有一个11月10号 那这一天是11月10号啦 老师写的啦 老师必须要跟你讲 这老师为什么连续写了两天的触控网 夜城 代号是6456 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用连载的方式 10月27号跟你讲一次 我老师要提醒你啊 11月10号再提醒你一次 你就知道这张股票非常重要 重不重要 老师今天大涨11块 你在10月27号 你在10月27号 11月11号 哇两天都跟我们讲呢 老师是跟你讲 你有贪到钱吗 答案在你心里面 想不想利用这张股票 反败为生 老师在那边苦口婆心讲了很多啦 那我相信我心里面 有些话要跟你讲 老师写的重点股啊 你真的你要注意啊 简讯里面 应该有发给你啊 希望你啊 藉由这张股票 撕毁你的人生的一个信心啊 你的信心可能就是来自于这张股票 但是老师必须要跟你讲啊 操作股票先要看产业分析啊 这个产业分析 对投资朋友们来讲啊 困难度就非常大 因为你可能去看报纸看杂志啊 看了以后的话 你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写得非常好 为什么有人看好有人看坏 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产业的 一个研究员出身呢 就是在下必等我 岩老师 从事产业的研究啊 超过了10年以上啊 这所有的基本面啊 骗不过岩老师的眼睛啊 一个产业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 从一篇所谓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会去虚伪不会去造假 我们都是中性来看待 这篇文章里面500个字啊 连续写两天 连载两天告诉我的会员 你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正确 老师讲正确喔 正确的动作 你做动作没有用 你要做到正确的动作 好 那每个礼拜五啊 然后我们会写一份 叫顶尖胜券日报 那上一次送给各位了 这个时间点在13号 13号 那写这份报导的原因 告诉各位啊 这大盘未来的方向 到底怎么走 我相信你掌握到这个趋势嘛 三大法人到底啊 后面该怎么样 他到底是买还是卖 那产业的方向 比如说像刚刚的GIS啊 包含一档重点股 那重点股的部分 一般我们都是单股啦 只会写一档股票 不会写到第二档股票 重点股跟单股的部分啊 你要特别的注意喔 来时间是13号 老师送了你一份嘛 电话100多通 打电话进来 都有拿到 来来验证一下好了好不好 13号到今天的话 我相信时间也不是很长啦 来这张股票重点股啦 我相信你有拿到嘛 你有拿到 你现在跟老师核对一下 老师说的业绩成长 机壳类股的 这张股票叫做F凯胜 业老师有没有诚心诚意的 想要帮助你 连续涨两天喔 不是今天才涨喔 连续涨两天喔 这个商机你要注意啦 就是除了机壳以外 它最新的产品 可能近期有所谓拉货槽 那这张股票你要注意 资本支出是增加的 所以很多的股票 我们都会在 我们的顶级圣捐日报里面来 告诉各位 让各位提早上车 事先去做出个卡位的动作 但是老师要在这边先声明喔 这个股票操作啊 不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了 哇老师啊 GIS 如果说拉到涨停板的话 今天喔 哇我可能喔 一张喔 我可能赚了一万两千块 这一万两千块钱 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吗 你认为呢 赚钱既然 赚钱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我知道啦 但是你 你买了之后 来 可能你买了嘛 你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 还是说你赚了这档股票之后 你可能后面又输回去 好我 投资朋友 非常喔 非常多的一种类型啊 可能买了十档股票 赚了三档股票 赔了七档股票 可能这档股票 买的时候没有涨 卖掉以后啊 拼命涨 然后开始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一追之后啊 马上又是追在所谓的高点啊 这些都是所谓的错误的示范 好错误的示范 让你的财富啊 可能就慢慢的 会去做出个流失的动作 我们要的操作是稳健操作 所以说你要是非常坚持啊 我们的操作方法 一级会员里面就是三档股票 你的股票绝对不能超过三档 那这三档里面的资金啊 心境会员老师都亲自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 我希望你的资金啊 能够做到有效的分配 那如果说这档股票是大涨了 你的资金分配要不要多一点 要嘛 好 那如果说这档股票后面还会再大涨 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那这个资金的控管 由严老师亲自拨电话 我觉得 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就希望能够 让各位从此 这个对股票操作的一个乐趣 为什么是乐趣嘛 赚钱才有乐趣啊 输钱的话可能 这个乐趣性就不高了 那利用大盘目前为止 还没有涨 在所谓的短线跟中线之间 他会做出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赶快来进行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个布局的动作啊 决定了日后 你们的财富 存折能不能多一个零 能不能多一个零 还是说 当这个大盘涨上去之后 你赚的钱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差别性就很大 当然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林老师愿意给一个意外的惊喜 新的会员投资组合 有三档股票 如何来做到一个 所谓的资金分配 我相信老师说过了 这三档股票里面 我老师会亲自打电话 那股票准备好了 好 股票准备好了 那您准备好了没有 您准备好了没有 您准备好了没有 您准备好的话麻烦你 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就是这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今天都全部涨了 但是你不要急 一样有拉回 让你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小型股看第一档股票 凭盖的一个商机 看第二档股票 那第三档股票的话 可能你要进行两个月的操作 老师认为这档股票 有机会倍数翻 真正能够赚到大钱的 绝对是倍数翻的股票 这个可能只是零用金 这个可能够你去买一个包包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档股票 它叫做成长的一个电子股 它具有倍数翻的一个效益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 非常非常难得 非常非常难得 今天打电话进来了 记得 那老师会给一个意外的惊喜 投资组合的股票 资金的分配 老师会亲自的 用电话帮你通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多次问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私私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通缓 再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 鼓制鼓声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昨天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看每趟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尽未那么浪 有些人效业者 会租土地来望租的 威瓦汇气务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有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那污染 地主还可能被滚了 而且最多得以活得三百万人 请大家看华丘保护術 关心您 欢迎回来节目市场 继续收看 原来我是问你主持的文超胜券 那投资人啊 因应这个正所税方案啊 那目前为止啊 真的啊 云淡风轻啊 已经过去了啊 但是这个三年来啊 饱受所谓的这个折磨啦 那从今天开始啊 我希望每一个人啊 都要振奋起精神啊 好好的 好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操作 来做出个打拼啊 但是这个打拼的同时啊 你要抓对一个方向 如果说你连方向你都看错 那你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老师心里面打个大大的一个疑问 第一个你要看对方向嘛 那这个方向的看对跟看错 来自于各位对于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个认知 包含筹码面的一个分析 我相信严老师有资格站在这个台上啊 跟各位讲解这个大盘 甚至有台的访问 我们都是没有事先打稿子的 我都能够跟各位讲 这张股票基本面技术面 包含一个外的展望 这个就是说我们源自于 我们是做所谓的基本产业研究出来的 我们对于所谓的产品的一个特性 那包含淡旺季的一个区分 包含一个外的展望 那我们都有一定相当程度的了解 所以说我们才会做出一个产业分析 那关于大盘请留意 大盘从高档区啊 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去追嘛 踏牢的在高档区啊 这个大盘修正 修正到这边 融资的额度并没有减少 融资额度没有减少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要马上的 要往上做出一个拉抬的动作 这个冒险性非常大 根据经验法则来讲 机会非常小啦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 开始做出个震荡整理 这个震荡整理时间5到8天 也就是我们均线三角里面 这边有个短线 这边有个中线 短线跟中线中间 它会做出一个震荡整理 时间转折 时间转折跟震荡整理是一样意思啦 整理结束以后赶快 赶快可能会做出个喷出的动作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布局啊 你真的可以布局 甚至有一些股票 它已经发动了 这种股票很强啊 代号6456的FGIS 它已经率先做出个发动了 5264的来 这种股票叫凯胜 它现在也在发动了 那之前跟各位讲讲2233羽龙 来 很久没有讲了嘛 今天股票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这个胜券日报里面讲的 来 3078的乔薇 这个都是事先讲的 8406的金可 这些都已经发动了 包含升级的指标 来1789的来神龙 涨完了吗 这些股票 你看到了 你买到了吗 如果你看得到你买不到 那不是很尴尬吗 很尴尬 来请注意老师 现在要跟你讲的这张资料 非常重要 这样资料 对各位而言的话非常重要 你学产业分析啊 你要先学苹果 有人跟你讲苹果不好 有人跟你讲说苹果好 好与不好 自己要去做出个判别 如果你没有办法判别的话 你可以看颜老师 对苹果的看法 苹果他的智慧型手机 来全球市占率14% 很低 非常低 那他的业绩占94% 这两个数字去比较非常悬殊啊 你认为是好的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星好了 第二名的三星 三星的市占率24 还非常高 不错 市占率高 代表他产品卖得好 那为什么他只有得到 11%的一个获利吗 价位卖不高 价位卖不高 亏钱的啊 来我们国内的宏达店 宏达店这张股票 能够让你怎么样 亏损连连啊 能够让你恨他一辈子啊 黑莓机啊 黑莓机快不见咯 Sony可能也要官场咯 还有美国的联想啊 这四家公司啊 来 他都是亏损的 严老师应该不会带你去买亏损的股票啦 应该不会啦 我们的胜券日报 单股锁单啊 单股锁单 只会跟你讲一档股票啦 重点股就一档 利用这档股票来讲解我们的产业 我们讲的这档股票 那导播稍微拉近一下 我们看这边啊 他叫周报 周报是什么 每个礼拜五 老师会出一份周报 这个周报因应下个礼拜 五个交易日里面 所有大盘的一个走势 包含类股 包含重点股 包含单股锁单 我们会携带这份叫周报 那周报我记得 11月13号 来老师有送给你了 老师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啦 那有人打电话进来 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我非常感谢你 其实不用啦 那有人认为老师诚意不足 不会啦 你后面继续看 你看老师的诚意到底足不足啦 这档股票 业绩成长了 那我们再看到这档股票好了 来 老师你为什么写两次啦 你是不是偷懒 为什么你10月27号写了一次 为什么11月11号 你又写一次 我觉得你在偷懒 老师真的有偷懒吗 老师真的有偷懒吗 老师是不断不断的每天提醒你啊 让你再看一次老师所写的 老师对于这档股票的看法 所以说我们的胜券日报 有以下特点啊 大盘的方向为你清楚掌握 法人的动向筹码为你去做出个解析 产业的方向 不会去做出一个偏差的动作 重点股跟单股所单的部分 老师会为你详实的 来做出一个浏览的动作 这个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在收会员的同时啊 我们也能够交给会员一些新的东西 一些正确的东西 包含正确的一个所谓的 基本面的分析 包含重要的一个所谓 产业的结构的一个了解 还有就是说如何找买点 如何找买点 来我们胜券日报里面 有讲到这档股票 好创新高 多方格局没改变 好一样创新高 1789神龙 老师会不会涨太多 不会啦 隔天还在涨 你要注意这档股票是 所谓的生计的指标股 那当然我们在之前 有卖出去的股票 那有机会我们还是会接回来 来这档股票先卖掉了嘛 好 跟各位讲这个股票的原因 就是有买有卖 我们只要跟你讲说 我们股票是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100万可能先赚50万 放口袋 准备下一档股票 力望你不卖 它跌下来了 先卖一次 拉回 还有机会嘛 联发科今天开始反弹了 老师有没有出手 你要看简讯啊 至少我们上次的操作 来100分 好100分 老师叫你特别注意嘛 这档股票 苹果概念股 苹果成长股 苹果是成长的 再讲一次 苹果是成长的 没有衰退啊 创波段新高 老师说 我很满意 第一次的操作 资本支出要注意哦 这档股票一样有资本支出 反败为胜嘛 对 老师做到了 这笔单以前套牢的 我们赚钱了 但是老师先讲 不是赚这个11块哦 也不是赚这个20块哦 我们要的是大波段的 我们要的是能够改变 我们会员啊 他手中的财富 来股票市场那边操作啊 重点先抓到 波段操作 才能够帮助各位 做到一个稳健操作 如果价差 包含所谓的当冲也好 隔日冲也好 这些都只是累积资本的一个 小小的技巧啦 真的你要大赚 要看到波段 那新会员 新会员 想进场的 认为严老师啊 具有专业的素养 真的能够帮助到你的 你想清楚 你再打电话 我们当然欢迎那种 就是说参加过好几次啦 都没有赚钱的 你要跟严老师验证的 要挑战严老师的 你今天也可以拨电话进来 那新会员来 投资组合三档股票 来就是这三档 等拉回 老师一样会带你进场 这三档股票 投资组合 有所谓的资金的分配 这资金的分配 严老师会亲自通知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电话投资 电话投资 联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密完整 持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头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对您的股质股呈现 N2 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答头顾 N2 2781-0909 N2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转发 先用吹记听五分珠